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我又来气了 知道为啥吗 因为黑龙江 我们又钓鱼之法了 多少次钓鱼之法了 没办法你也应该咋了 你说不咋在心里面 这就是这个 大老公设定啊 都搞不好 不一样啊 好 那你还可以做了 今天做哪个啊 今天做一个问题吗 对 我还要帮你做一个问题 黑龙江执法部门钓鱼执法 奶茶店先说欢迎光临以后 再说扫码被封了 让实体店老板的心透气凉 10号黑龙江大庆赵州县奶茶店 遭到了钓鱼执法 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11号这个视频引发了热议 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 来到奶茶店以后 说这个事是个误会 说视频中那些三名执法人员 是假冒的正在调查呢 我本以为他会说临时工来着 完全就没想到套路不对啊 假冒的 假冒人员还穿制服呢 还随身带着封条 比专业执法人员还专业 假冒的也得来骗点钱吧 直接贴封条你是图个啥呢 啥也没骗着啊 我也真见识着了 啥叫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欢迎光临请扫一下码 这咋就说晚了呢 难道非得说 请扫一下码欢迎光临吗 这才不算晚吗 那请问欢迎光临 请扫一下码 和请扫一下码欢迎光临 哪个听着更顺耳一点呢 上海有位律师表示啊 这件事就说明了 疫情之下所谓执法的随意性 店员已经及时要求顾客扫码了 行为不存在违法 也不应该被罚 如果说执法人员是假冒的 那就违法了 违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完了还得被拘留 还得被处罚呢 11号晚上21点59分 官方通报来了 鉴于王某某等人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 执法不规范 方法简单粗暴 态度生硬 以商家没有第一时间 要求扫码理由 故意刁难 以检查为名 滥用职权 造成严重的 不良的社会影响 听重点啊 给予王某某政务既过处分 并建议调离执法队伍 给予工作人员 金某某赵某批评教育处理 给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什么副局长 借免谈话处理 不疼不痒吧 最近三年的疫情啊 真是把我们都整门上了 为了防疫 各地的那个执法部门 也是费尽了脑汁 想出各种操作方法 有网友说 这不是个案 黑龙江应该反思了 执法部门也应该反思 你这些人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呢 还是人民的姥爷呀 到底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啊 还是横行相礼 欺压百姓的差异 你是不是应该搞搞清楚了 疫情防控 执法部门压力山大 另一方面 那实体店痛不欲生啊 两个群体各有各的角度 无形中成为了对立面 生意本来就不好做 这家店就因为一句话 先后顺绝 就被勒令封店一天 无故造成的损失 那到底应该来谁承担呢 又有多少商家 真的因为是一时疏忽 被贴了封条 停业七天呢 我之前就出过一期视频 希望商家开一个外卖窗口 商家开门做生意 要求扫码 消费者不愿意进 不扫码吧 执法部门还来暗访 轻则警告 重则直接就贴封条 关门七天呢 哪个商家受得了 现在大街上倒闭的商家不少啊 还有多少实体店业主 在疫情之间苦苦的支撑着 有一条评论说的挺好 人家公务员开工资的 无所谓 你们都关门了 和我没关系 可是这些公务员 你们想不想明白 你们的工资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从这些做生意的实体店主 纳税来的 你们的工资没降吗 这么搞 所有的商家现在经营不下去 都关门大吉 你们的工资到底从哪来 你们真的能独善其身吗 你们现在工资还没降吗 破解一下投资不过山海关啊 黑龙江是不是应该刮骨疗毒了 这次钓鱼执法的事件的发生 把东北的营商环境再度推上了风口浪劲 特别是执法部门 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执法部门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作风纪律连结意识等等 也成为大家质疑的对象 我曾经有一个在北京的经商的朋友跟我说 我绝对不来东北做生意 你们东北太黑了 我去查了一下 投资不过山海关 是指东北营商环境太差 地方保护性政策干预普遍 外地资本到了东北 是条龙你得盘着 是只虎你得握着 历史上东北曾经繁荣一时 就像我们哈尔滨无处不显现着曾经的繁荣 各种洋行啊 大使馆啊 为啥我们的祖辈当年从山东要来东北闯关东 是因为东北富啊 有工作的机会 有口饭吃啊 但是说近几十年来 经济发展特别迟缓 人口大量流出 好多东北人能走的全都走了 留不住人也留不住人才 也就是说在就业上还存在着逆淘汰的情况 这里我就不深说了 你们自己品 东北落后不自己思考一下原因吗 为啥全国这几年只有黑龙江平凡的出现这种钓鱼执法这种事 是巧合吗 还是因为某些人目光短浅 是还是因为穷吗 上一次黑龙江滤水鬼那个手表钓鱼执法那事就不了了之了 时隔半年又整这事 这是欺负公众的记忆力不足其妙啊 时间长了 大家就真的会忘记吗 反正我没忘 调离执法队伍批评教育 见面谈话 是不是每一次滥用职权付出的代价有点低啊 那如果直接开出公职也能杀杀东北 不对啊 不是东北啊 也能杀杀黑龙江这风气吧 最近最好的一句话就是 人性最大的恶 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去为难别人 网约车司机钓鱼执法 绿水鬼手表事件 还有这次那个奶茶店的事件 黑龙江加姆斯社区防疫人员直接把居民买的大米倒进垃圾桶 鸡蛋磕碎了也扔进垃圾桶 社区防疫人员害怕拍的视频当教育居民的材料公开宣扬 这是拿着金猫当令件的社区工作人员 对居民进行杀鸡警猴式的恐吓吧 那这些全发生在黑龙江 真的是巧合吗 实际工作中有多少基层的执法者 为了达成目标 总是有意无意的牺牲一小部分人的生活体验 严重的甚至都不管别人的死活 我们这些年见的还少吗 三年了每次热点爆出 每次都是举一反三 每次都是吸取教训 每次都是重复踩坑 从来就没吸取过教训 什么也没改变 然后就是不了了之了 好在现在自媒体流行的今天 人人都有了一个照妖镜 也可以让各种丑陋的妖怪献出原形 权力任性是可怕 伤了民心更可悲 好吧朋友们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黑龙江是不是真的应该刮骨疗毒了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投资不过山海关 欢迎留下你们的观点 原谅我今天有点激动 每每到黑龙江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特别生气 可是又无力吐槽 希望我们家乡能更好 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干净的执法环境 希望我们黑龙江不再出这种事 给东北人争口气 争点面子吧 虽然我这些希望没什么用 好了朋友们拜拜 黑龙江钓鱼部门之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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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